中信兄弟新秀潘定祥 上周因为感冒导致高烧不退 经过诊断后确定感染本土性登革热 而且情况一度不乐观 幸好送医治疗后目前已经退烧 领队杨培红跟总教练吴富莲 周一前往探视 并在官方粉丝团PO出最新照片 可以看到潘定祥戴着口罩 躺在病床上 隔着蚊帐对镜头笔叶 想关心他的球迷们到平安 登革热疫情持续扩散 尤其首当其冲的台南 更被视为最高警戒区 中华职棒球员工会 为了保护球员 日前要求下半季后续赛程 应避免在台南球场举行 关于这一点 中信兄弟领队杨培红也做出回应 不只各球团 中华职棒联盟也在官网 PO出相关宣导文章 呼吁广大球迷 如果要进场看球 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 并随身携带防卫衣 做好自我防护 千万不要轻忽灯隔热的威力 我要提部新闻综合报道